一个浑身是血的老头跑向超市 边跑边往后看去 身后一片神秘的迷雾正在快速瀰漫 老头冲进超市大喊 他让大家赶紧关门 超市里的人群纷纷凑上前 都想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让老头如此害怕 突然人群中一个壮汉不顾老人阻止 执意冲出超市 快步跑向车子 然而白雾已经来了 壮汉瞬间被白雾吞噬 紧接着传出男人激烈的惨叫声 围观的人群吓得赶紧退回超市 关紧大门 所有人都在猜想白雾发生的原因 甚至有人说是世界末日 但无一例外的是 都没人敢轻易踏出超市一步 突然一个女人提出 她想要穿过白雾回去照顾孩子 想求一人能够送她回去 尽管女人身位俱下 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不语 她无助地看向每一个人 所有人都惭愧地避开她的目光 女人绝望啊 说完决然地推开大门 独自一人朝白雾中走去 其他人则选择留在超市等待救援 大卫想到仓库去给儿子找条毛毯 可就在这时店突然停了 身后的卷帘门突然传来一响 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想要破门而入 大卫吓得赶紧跑回超市 他把当当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店员 几人听得云里雾里的 决定前去查看情况 胆大的店员想要开门出去维修店闸 大卫听后出言阻止 但被众人嘲笑是懦夫 很快门就被打开了 白雾瞬间蔓延开来 众人等了一回 什么也没发生 大家再次忍不住嘲笑起来 可很快他们再也笑不出来了 突然 一只巨大的触角从外面伸了进来 死死地抓住店员的脚 就要把他往外面拖去 危急时刻 大卫赶紧上去拉住店员 其他人则被吓傻了 一动不动 身旁反应过来的眼镜上前帮忙 但是触手越来越多 仅靠两个人的力量实在有限 眼睛集中生智 跑到一旁 用水管敲开玻璃 拿出里面的斧头 想要砍掉触手 救下店员 可还没等他动手 店员就被拖了出去 头部重重地砸在了卷帘门上 眼看就要被拖走 危急时刻 他及时抓住了卷帘门 大卫两人见状赶紧上去帮忙 然而触手却越来越多 一只神秘触手抓住男人就要往外拖 危急时刻 大卫赶紧上去帮忙 然而让人害怕的是 触手不止一条 尽管危险重重 大卫他们始终拽住男人不肯松手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触手 眼睛男再也抵抗不住 害怕地往后退去 紧接着 一只长满獠牙的触手伸了进来 张开血盆大口 大卫见此再也承受不住 无奈地松开双手 独留男人苦苦挣扎 眼睛男见状赶紧跑到一边 打开备用发电机 很快男人精疲力尽 再也坚持不住 松开了双手 最终被神秘触手拖进了迷雾中 男人死后 大卫赶紧打开卷帘门的下降开关 里面的触手感到不妙 想要溜走 眼看屋里只剩下最后一只巨大的触手 正在快速溜走 大卫赶紧拿起旁边掉落的斧头 重重地砸了下去 最终在卷帘门关闭的一瞬间 砍下了一截触手 愤怒的大卫把刚刚没动的人暴打了一顿 一行人回到超市 跟黑哥说刚刚发生的一切 然而黑哥说什么都不信 大卫说可以带他下去看证据 可黑人还是不信 认为是这些白人何起火来骗他 大卫见他如此名玩不灵 只好带其他人下去查看 店主在仓库看到血和触手 用棍子戳了戳 我刺傲 还没死 最后触手化成了一滩黑水 店主随即回到超市 告诉众人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不敢再耽误 开始在玻璃前堆放狗粮 防止怪物破窗而入 然而自大的黑哥始终不信 号召一批人 执意要走出去求救 大卫见他心意已决 不再劝说 要求他们在腰间系上一条绳子 如果绳子可以完全放完 就代表迷雾中没有危险 有人同意了 系上绳子 忐忑地走进迷雾